第一步先清理刀片 刀片分有两种 这个是耗刀膜 耗刀膜 钳刀膜 钳刀膜这个孔就是M6的压 M6的 耗刀膜这个孔就是M5的 两个孔不一样 对 这两副这样一抓是一对 然后这个是前刀杆 长刀杆 刀杆 够缝一把 然后再放进去 把螺丝 缝下去 先不用锁紧 不用锁紧 对 我们调的时候就锁紧 因为后期还要调一下 对 刚刚我把那条鸡拆下来 就就就就那个 在那个鸡串 调对它调给它看 它又不行 那这不是我们鸡举问题 你要把耗刀膜跟长刀膜装法的方法是一样 耗刀膜 甜刀膜是反的放 耗刀膜是顺着放 这样放 这样放 你手拿的这个我们叫什么 耗刀膜 对 短刀膜 短刀膜 就这个是这样放 长刀或是反的放 好的 这个是顺着放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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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磨了一个小口 这个小口 抄理 抄理 就是这两个东西是 嗯 这有两个 这有两个标记 这有个标记 等一下我拍个照片 抄理 抄理 你看我们做完之后呢 以这个刀膏为基菌 先把小刀膏抄好 就是这个刀膜的螺丝 你看我们用小锤子 我们不是伸了它锤子吧 嗯 用小鼻锤 用小鼻锤 抄一抄 那刀杆和刀膜 保定这个刀杆和刀片 齐平 齐平 平整 平整的 不齐 你要轻轻把螺丝锁 锁螺丝的方法就是 向锁 轻轻锁一下 轻轻锁一下 下锁一下 就是一字 不要一字的位 多字锁 这个也是一样 这面也是一样 你这个面 我们这个面为理念 看这个刀杆上 就是把这个面 跟这个面 两个也放在一起 这个向下这样搓 这样搓动 向下滑 一个不刮 敲在不刮 那就可以 还有一个缝 缝的单位叫微调 只要微光 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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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没有缝 对不对 一丝微光就行 缝它它不行 就是这样的 前后搓 对对对对 这样搓 比较顺滑 顺滑 顺滑 这个我们的话 就利用这个面 这个反过来 利用这个面 利用这个面 是一样的方法 先索索 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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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硬这个面 这个面一定是平 一个不平 它垂到过去的不平 就放松 放松吗 它不平啊 它不平嘛 就松一点点是吗 松一点再来 还是一叫它的动作 一定要平 放松然后再敲一敲 然后再把它拧紧 对 如果不平的话 一定是要用它平的 拨索 也是一样的方法 拨索 一次都会 也是一样的方法 来 你下的 上下 这边前面 这个落得住 然后拿 轻轻再索一下 索完之后 用手 去滑 一个没有 上下的 以刚才那个方法 一样 轻轻的 高刺 高刺锁的就是 保定这个不便行 一次锁 那个力量 会锁到这个刀膜一味 哦 嗯 上方 不要用硬动 是碰到这个 这个这个 上面的起 这个接 你的碰化 一定是轻放 这个是一样的方法 这个是一样的方法 方法确定没问题 就是把这个刀膜 以刚才的方法一样 用钱刮过去 后刮过来 刀膜没有碰 碰 碰到 就行了 比较平滑 啊平滑 装刀膜就完成了 ok 去把刀膜干净的擦一下 所有的地方 保定干净 嗯 放到那个 那些 每一把都是一样的 好 多一点对吗 嗯 这个叫什么位置 啊 这个叫什么地方 这是后面拿那个糖黄 大糖黄 把个压糖黄 压黄 压黄 压黄压黄 把压黄的螺丝松一点 对 现在这个时候不修理 这个是这样的 嗯 你要去 好 先拿左边长刀杆 先装长刀杆 往这边一撮 再拿这个肉 然后再放右侧长刀杆 先左长后右长 这个短刀杆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两边 这边是调好的 嗯 这边是调好的 嗯 然后也是先左 两个 两个 先左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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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好 压板 擦干净 擦干净 清理 压板 这边有两个孔朝前 两个孔朝前 一个孔朝前 一个孔朝前 然后放到这个孔朝前 长的 有两个长的 长压板 先放短压板 然后放长压板 也是先清理 清理完之后 仔细看 这个孔前 这边比较长一点 这边长一点 短的是厚的 也是压的 这个 这个 这边比较长一点 然后把这个盖 盖起来就行了 盖起 盖的时候是同时移动 可以把这个盖子进到这个草里面 这不是一个孔吗 啊 把盖子拿去 这边编起来 可以把盖子用来 这是例如 这边编起来 这边的盖子用来 用来 使用来 浓浓 装置 照片 区盖子用来 对准下面螺丝孔 对 这不是一个孔吗 看来这里不是一个孔吗 对对对 后面也是一样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里有螺丁 前面是四个螺丁 四个螺丁 这两个螺丁 对 这边前面有四个孔 前面有四个孔 后面有 后面有两个孔 这个螺丁 放在这个孔里面 放在孔里面 你必须上下滑 这样滑进去 滑进去 对 确保 确保到这个孔里面 这样 你要把螺丝收拾 这几个我就哭了 然后就把螺丝 所以一次到位 先不要拧紧 因为后期后面还要调 我玩完了 都给你交进九龙的了 然后请你给它放进去啦 大的110的 九龙大一套 其他都是110的 好 好 你知道那个 招的可好了 为什么 在那里 好的 我现在把这个螺丝 螺丝放松 先把这个螺丝放松 我们现在是要调刀膜了 对吧 把这个螺丝放松 先把螺丝放松 螺丝放松之后 然后把螺丝稍微松一点点 螺丝放松之后 然后把螺丝稍微松一点 松一圈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 确定锁 四个螺丝 拧紧对吗 对 把这周圈的四个螺丝拧紧 然后呢 就我们 现在就是这个刀膜 我们就可以 轻轻锁紧这个 对 这个轻轻锁一下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 轻轻锁紧 确保这个刀膜 与底刀 结束在一起 这个刀膜 确保刀膜和底刀 结束在一起 对 然后这个锁紧 刚才我们不是锁顶吗 嗯 锁顶不是锁死了吗 然后锁死了 这个螺丝到底 把螺丝拧到底 后面 后面这个放一圈 再放一圈 要把这个螺丝锁进去 把这小螺丝锁死 把下面螺丝锁死 嗯 前面的 前面的 这里 就是一圈的 三分之一 一圈的 三分之一圈 嗯 再把螺丝锁进去 然后再把螺丝锁进去 然后再把螺丝锁进去 把螺丝锁进去 把这个弹簧 再拧紧 拧紧到这个位置 这部分到这里 嗯 拧到那个螺丝接触到那个底座 对吧 对对 你配一个就行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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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可 你看你说那天 那这脚子打得挺好的 为什么到那搭不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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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边的螺丝都拧到笔 对 你看这个一按这个刀可以找 哇 这边是宣敞的 去把这个刀缝 这个缝这个位置 这边是说面是平的 对是平的 一个不平的话就是压 左边不平 可以压这两个螺丝 右边不平 压这两个是两个 往下压对吗 对 两个为一组 现在就是右边的不平 压的时候也是微调 微调 这个就是微调 微调 现在这个动作就是微调 现在这个是微调 微调是调一点点 嗯 用手去擀一下 嗯 是哪边刚调哪边还是 哪边高就调哪边 嗯 把它往下压 把下面的螺骨扭缩 然后上面那个螺杆往下 可以压一下 它摸的是平面 嗯 这里贴纸一定要平 一定要平 贴纸一定要平 小瓶之后把这个螺帽 再拧紧 对 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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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框了,这个螺丝往前走 没有缝,这个螺丝往后跑 压完之后确定这个朝露出了 凉点沙,就是一半多一点 就是这里跑就是平的 这两个高天一定是平的 刀锅可以顺畅地划过去 刀锅一定是齐的 就靠这两个螺丝去调整 怎么判断它是太宽还是太窄了 这个看啊,这要有眼去看 有眼去看,你看 你看这刀 放松,把螺丝放一圈 然后把四圈的螺丝锁紧,确定 一定要锁紧 中间这四个螺丝先放松之后 然后把四圈的螺丝锁紧 对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要不然你那个高的 要不定在那个桥里面进不去 扎了一下那个高螺 就又包不好了 一定要一定确实 确实一定可以 然后把这个螺帽放松一点点 放松螺帽 包好刚才一样,这个轻轻锁紧 然后轻轻地锁紧 嗯 锁紧之后 把螺帽拧到底 把螺帽拧到底 嗯 后面一圈 放松一圈 后面这两个 放松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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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锁紧 螺帽放松一圈 螺帽放松一圈 然后把螺帽锁紧 因为螺帽 我们刚才只是高顶的锁死 嗯 前面的就是还是三分之一 前面还是三分之一 现在是紧的吧 嗯 放松三分之一 放松三分之一 嗯 嗯 放松 嗯 油管 不油管 手动 转动 电机手轮 主电机的手轮 然后 进刀 进刀 当刀 当进到刀膜的时候不卡地 轻轻松松的进去 刀膜不会被卡住 对对 轻轻松松的 很容易进去 你看现在进去了 你看这个地方 你从刀膜进来 进到底了 然后我们 进到底啊 然后我们 然后转动 转动轮子 转动轮子 就是 鼓竹转动一揪 转动一揪 转动一揪 一前 一进一退 对 现在这个位置就OK了 这位置刀就可以了 这条缝 还有这个槽是不是对 一个槽 如果有移动 继续调节 如果有移动 继续调节 那一点点看到吗 刀膜长了一点点 有一个刀膜长了一点点 对 把这个螺丝放松 让它没留准 你要是把这个螺丝 螺丝放松 往里扭 往里扭 往后顶 往后顶 就是刀膜进了嘛 刚才这一块它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把这个螺丝往后推 对对对 往后拧 然后把这样一个断膜啊 进去 然后 把这个螺丝 螺帽子 好 就可以开机了